但是還好有一個季岩凱 來 這樣 身上身材一直保持著 你很有同學的條件 真的 我自己覺得就是 你隨便亂穿都很好看 就是我沒有這麼多時尚的概念 然後我有時候也很懶得穿搭 也許現在要帶小孩或什麼的 我自己覺得就是 fit一點的話就比較有精神 就越來 就哪怕可能我現在已經3536了 也比較不會被人家覺得說 你好像已經要邁入中年爸爸這樣子 因為通常3536都已經有 肚子 對 所以我就盡量瘦一點 那我自己運動的話我還是 自己是有一點比較變態的行為 就是我一定要穿比較 比如說我可能是M號 可是我要穿S號 我督促自己不能 因為我肥肉 如果這種緊身的這種術衣 你突出來一點 你就會自己很有感覺 所以要警惕自己 剛剛導播幫你拍Long的時候 你那上面好長喔 下面很短 比例 比例 對 那可能是因為這下面是黑的吧 你都是很功能型的 對 我比較功能型 沒有像 譬如說當然還是有一些些 跟時尚的元素 譬如說像 無關 這是跟Undercover 就是GoGo牌跟Undercover 他們合作叫Gaguso 然後就是譬如說 都是機能型 譬如他很強調說在慢跑的時候 要幹嘛 所有的收納空間都有 對 裡面可能還有內層 可以放小東西 就放在後面不會被刃走嗎 對 不會 穿那個 可以穿衣都是這樣 像他這個 後面這時候是 翻開來放進去 可是你 東西在跑步的時候要收納對不對 可是直接只要一蓋上來 它就不會掉出來了 所以它是蠻多機能型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關鍵點說 它的都比一般這種 譬如說健身的系列 更透氣 所以我可能會追求一些 頂多是要追求一些這種機能性 然後或是跟潮拍有些結合 但我自己覺得 健身和運動 你就是要穿得很fit 但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像我們今天講 學運風就是要被叫年輕 其實他的衣服跟潮拍有關係 可是他太講求機能性的 這件事情 會不會又把他的年齡層當搞 感覺他不像同學 可是欣梅在乎的沒錯 年輕人他要的運動服可能是 他有一個機能很棒 他強調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 都可以直接收納 就他口袋只要翻過來 就可以完全收納了 年輕人真的沒有在在乎 就包括那種羽絨外套 都超級方便 最好這種水手抓來就戴 就是年輕人的行為 我知道剛剛 欣梅姐妳在乎的 她說她比例是不是3 7 是因為 她這樣子頭很大 很大 對 頭很大 而且頭髮又往上縮 妳的頭大概現在只有五頭身 妳看 monitor 對 真的 好奇怪 看起來有一點 因為她的頭是長型 頭太又長又大 所以是因為我穿太fit 反而更明顯 對 突顯 你衣服短一點 所以我覺得 還是她要穿大 大蝴蝶領 沒有 我覺得她穿oversize 或者小雲剛剛講那種 韓系的男生 大衛衣會很好看 對啊 所以有可能誰可以幫我嗎 今天 誰 誰嗎 有 小梁哥會幫妳 妳先 小梁哥會幫妳 那真的是不要 我們會輔導妳 真的 妳很像要開商業廣告 接下來 她身材真的維持得真的很好 然後是一個 非常非常愛漂亮的爸爸 對 Chia 說起來 爸爸 爸爸 妳好吵 爸爸 好棒 真的 不相信 不相信妳已經有小孩了 看不出來 感覺可以娶好幾個老婆 那樣 好有型 GD GD 真的 傑依斯坤太可惜了 怎麼這麼帥 是 老師來說看看 其實我覺得幫家家做造型 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那小梁哥 怎麼了嗎 妳可能 她也會說 沒有 妳沒有別的意思 她還可以什麼 有什麼 我沒有別的意思 純粹只是說 因為她的身型非常好 謝謝老師 所以我覺得很多潮流系的時裝 駕馭在JR身上是沒有問題的 素不素 可是剛剛大家記不記得 欣妹姐有說 JR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 可以調整的地方 對 就是那個上下半身 比例 比例 對 這樣看起來很高 對 推很長 一八里 一八里 有 而且這樣有3C比 這樣的頭不會太大 好奇怪 因為我增加了兩個小的地方 小心機 第一個 婷筠老師說她頭不會變大 又長 對 原因是什麼 就是這兩個配件 一個帽子 再加上一個比較大框的墨鏡 就會讓她的臉變小 真的變很小 因為這個帽子 如果說她是 整個面積是比較fit一點點 是不是就有收縮的感覺 對 然後再配上她黑色的瀏海 整個連動在一起 所以就看起來她的臉會變得更小 然後我們再看腿的部分 因為她本來腿型就很漂亮 可是是因為 我相信曾亞 如果你沒有這樣跟她搭 她一定 這輩子從來不會買到這裡 截斷的斜酸 對 但是 你怕腿變短 對 就高筒有時候比較抗拒一點 她為什麼這樣看 但是這個高筒它是厚底 你們看側面 你看她側面 它是一個那種 就是美國大聯盟的 棒球球隊的符號 然後配上厚底 因為厚底的關係 所以讓 高筒不會看起來整個有截斷的問題 就是把它的腿整個延伸 然後我們盡量讓亮色系在腳的地方 就是紅色 栽配上一個很潮的螢光黃 就會讓它 這樣子 對 在身體末端的地方 整個 所以看起來 它的身形就會變得比較高調 然後再來就是身上的腰包 也是一個點綴 因為紅色的腰包 不會讓你覺得說 整個黑色太無聊 有一點點層次 所以你看到 它身上 雖然主要的色系是黑色 但是用紅色去點綴 再加上一點點小小的螢光色 就變得超級潮 除了這個腰包以外 你看 剛剛跟大家講說 裡面的外套它是好幾層 先給大家看 這是第一層 就是如果男生 今年想要投資一些 比較有潮流感的 學生感的 我覺得背心是很值得投資 好險我有很多 不是 不是這樣的 你是繡花的 今年的背心就是 第一種工裝型的背心 第二種釣魚風的背心 我覺得很多口袋 它就是有很多的口袋是特色 剛好也有它要的機能 這個口袋還有一個好處 其實它這個地方 就是最愛喜歡的有機能 所以還是可以 可以收 那可以整件收起來嗎 可以 不能收 但是你可以這樣插手袋 比較隨性的感覺 然後把它脫掉 它可以脫好多久 你看它還有第二個層次 外套 對 它第二個層次又是一個 也是類似工裝風的外套 這件好好看 對不對 也是一個非常簡約的 所以你也可以單穿 如果你去健身房 你覺得裡面太單飽 你就外面照一個這個 看起來就有心了 因為一樣是黑色短褲 然後這一件還是可以脫掉 你看 就是裡面留下來就是最 所以一開始 我們剛剛不是告訴大家 你要年輕風的話 你就可以走 帽梯或大學梯的路線 所以你看這樣子是不是也很吵 而且這三件脫小的不同感覺 它現在就比較休閒 然後第二件它其實有點帥氣 第三件又有點工裝跟技能感 而且這樣子感覺走在我們校園 會覺得它都是一直在拿金牌的那種 對 有 然後我建議就是 今天也準備了很多 校園風的單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 校園風 衛衣 或者是大學梯 格紋 或者是帽梯對不對 但如果你大學風裡面要 稍微再有一點點 長春藤的風格 其實可以搭配 很漂亮的西裝外套 好好看 你試試看 我們車行有發 對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你們 他們那個前面是B 你們車行是 然後呢 大車 對 好 是 我把帽子給他換 好看 換一下 這樣我覺得你下次頭髮 不要吹那麼高 對 眼鏡拿掉 比方說 他要壓一點瀏海 眼鏡我給他一點點 我給他眼鏡戴上這種比較 有點復古老味的 透明框 50年代的 對 今年滿流行的 像這個 這個框 同樣味道的 其實Andy Warhol 還有這個 以前的導演 吳迪艾倫 都戴一模一樣的眼鏡 這個很好看 然後呢 你甚至可以再戴上一個 好想跟你同校 對 真的 對 那我們講 長針的英倫風 是需要校車司機 不是 我們自己搭車 長針的英倫風 最重要的就是老帽 老帽 對 藍色司機 校草 你看 校草 對 然後呢 校裡有這種人物還都有 對 真的 因為很多人去念 然後甚至 會打藍衣 對 品學兼優 品學兼優 甚至我覺得就是說 你這種校草 復古的文青 你就是要想像學生時代 會戴什麼包 後背包 所以要有一點書呆子型的 後背包 你背在後面 對 你看 剛剛是潮流風 現在是馬上變成一個 這是大學生 大學生 好像來自紐約東岸的感覺 你可能在台科大附近那邊 不會有人懷疑你 我也覺得 對啊 很可愛 待會兒就去那裡 或者是像 有一個英倫的 這個牌子大家都知道 是 今年就是整個TOTAL LOOK 整個全身 好好看 同一個 很70年代 像李小雯 那個年代的電影對不對 對 但是如果你覺得太休閒 你就可以再搭一個 對 車來跑 這車贏有 為什麼 這樣也可以 馬上就升級了 就是你可以遊走在那種 有點要轉大人 但是又有那種 年輕人的感覺 年輕的氣息 去做混搭 或者是 如果這樣喜歡潮流一點點的感覺 像衛衣 他喜歡但他不會配 對 衛衣也很重要 要搭 真的 對 像剛剛新妹不是也穿衛衣嗎 對 可是我們建議 就是你如果是身形比較瘦一點 或比較fit一點的人 你還是要加一點層次 像這一件 裡面外面搭一個 就是我們講的工裝 或釣魚風的背型 那今年的話 攝影弟弟們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 好像都有 但是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 要看他適合的東西 像這個 我也不會給小梁哥出來 因為小梁哥 他的風 我跟今天攝影大哥的態度 怎麼了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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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好 就剛好 不是 沒那麼合適 對 沒有緣分 沒有緣分 或者是你看像這樣子的 比較韓系 又好看 然後前短後長 後面還有這個飄逸的織帶 這就我兒子的衣服 直接可以買起來 對不對 有發現我給JR的 其實都沒有非常地fit 反而要鬆一點點 就像小雲講的 像你這樣比較鬆的 人家才會注意到 你的身形會更漂亮 或者是 今年腰包有很多的便性 像這一款 你看 它的腰包是整個掛在前面 它是夜光的對不對 對 有反光材質 就是你喜歡 機能性 騎腳踏車或什麼都可以 然後前面就 你可以把這個包包 坐車不能穿你 坐車也可以 騎腳踏車可以 腳踏車可以 沒有 如果說腳踏車有 背在這兒 對 它可以背在前面 要收帳也可以 收帳也可以 我們車行也可以 前面要找客人零錢 小兩個也可以 也滿方便的 前面有零錢 明白 我會說 我會說 是 有 我會說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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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